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又邀请到张喜秋 他可能在中国还有两天的时间就要回意大利 继续深造进修了 然后呢今天我们请喜秋为大家演唱一首 意大利南高音试金石的曲目 《Kaiji e l'idamani》选自普吉尼的歌曲 L'Aboim 为什么今天安排喜秋唱这首曲目呢 因为在两年前我带他去意大利 第一次参加《Maria Lanza》国际声乐比赛的时候 这也是他在决赛上唱的一首亚洲曲目 因为这首曲目呢 是我国南高音啊 很多南高音比较热衷的一首曲目 曾记得 伟大的意大利南高音歌唱家 帕巴洛迪 第一次到中国来带的就是这部戏 在天调剧场 那会儿我还在中央艺术院当学生 我们都去看了 之后呢 全国掀起了一阵唱小首的风暴 也不管什么类型的南高音 大家都在练小首 因为突然间觉得南高音唱A是极限的时候 大家听到了世界级的嗨C 所以呢 很多南高音呢 就开始挑战这首有高难度曲目的作品 冰凉的小首 这首作品啊 喜欢归喜欢 但是我建议呢 还是通过你们的导师 把自己的声种类型啊 定位好了 是不是 应该你这种声种类型唱的 在意大利呢 传统声乐观念当中呢 这个都遵循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自然规律 就是是我的作品 我就唱 不是我的作品 我就碰都不碰 可能到老年的时候 晚年的时候 会跨界客串一下 但是总的来说 意大利的歌唱家 在这方面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犹如我们国家京剧里边 花脸就花脸 冲锤就冲锤 轻衣就轻衣 花旦就花旦 谁也不能不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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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足于其他的领域 这是有危险性的 就是说 我经常说 这个这个 比如说举重吧 什么公斤级的都有 你是什么公斤级的 就在什么公斤级上玩 你在你那个公斤级上 玩到number one 它也叫世界冠军 对不对 这个问题要想明白 好吧 好吧 我们今天来听你 虽然带着时差 但是我们要听你 要为我们大家演唱一遍 在意大利进修过之后呢 演唱一遍 艺术家生涯当中的冰凉的小手 钢琴伴奏依然是白杰老师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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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